大公,證據顯示美介入佔領,2015年9月5日要問A01大公報信 記者閃國強報導,去年佔中爆發前,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 資助港大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,設立名為港人港普選網站 聲稱讓網民自行設計普選方案 但佔中發生後,港人港普選一面倒地發放協助佔領者的信息 成為佔領人士和相關支持者共享行動信息的平台 2012年,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撥款46萬美元,約360萬港元 與其下的NDI,已發展一個門戶網站Internet Portal 推動香港學生在普選問題上積極地參與政治 NDI隨即資助港大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 推出港人港普選網上平台,聲稱讓網民可自行設計普選方案 香港民主監察報告指出,去年9月28日佔中發生後 這個由美國資金建立的港人港普選網站 其Facebook專頁馬上變成支援佔領者的平台 例子多筆勝訴 包括他曾建議佔領者改用在台灣民運中經常被使用的通訊軟件 FIRCHIT 由呼籲示威者營調身上有利器,以免被起訴藏有攻擊性武器 該專業甚至向示威者提供被捕時的應對方式和律師聯繫電話等 此外,港人港普選又針對佔領行動多次進行網上調查 當中警就如果警察清場,你會否回來重新佔領的議題 了解網民的意見,而佔領人士應否撤離 應否擺住人大的決定先,是否支持白貨等 亦是港人港普選過往的調查議題,該報告強調 種種證據顯示,美國有介入香港的佔領行動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